爆蛋肥牛饭 半个洋葱切成丝 用手把洋葱丝倒散 香葱切碎备用 碗中放入三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少许的黑胡椒粉 加入半碗清水搅拌均匀 碗中打入三个鸡蛋 锅中烧油放入洋葱丝 煸炒至洋葱变软 把洋葱铺平在锅底 把肥牛片码放在洋葱上 可以根据需求酌情放入 把一半的调料汁淋在肥牛上 盖上盖子小火焖三分钟 倒入鸡蛋液 鸡蛋定型后倒入剩下的调料汁 继续焖一会 撒上葱花出锅 撒上葱花出锅 平铺在米饭上即可 太香了 好吃的停不下来 赶紧试试看吧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узで盏收到 这会儿 差点已经放在鸡蛋 下温子 请不吝点赞 和多多多小时